字幕後空音課 其實這個課 它是一個歷史思維領域的一個通識課程 也就是說這個課程設計上面 最主要的目的 是要跟各位談一談 什麼叫做歷史思維 因為它既然屬於這個領域 比如說這個課程 它不是要跟各位去談很多的 所謂的歷史的事件 歷史的人物 當然我們會做這樣的事情 可是授課的目的 最主要的目的不在於此 授課的目的不在於 讓各位去記憶很多歷史的事件 歷史的人物 而我們是希望透過這樣的一個課程 讓各位絕大部分在做的 都不是歷史系的學生 讓你們去瞭解一下到底 歷史學它本身的性質是什麼 當然我們都知道 歷史學它是一個非常非常古老的科學 它這樣的一個學科出現在人類的歷史上 有2000多年的歷史 不管在中國 在歐洲的文明 它都出現得非常早 在中國的文明裡頭 中國人 過去的讀書人怎麼看待歷史 我想用三字經裡頭 很簡單的四句話來說明 三字經到後面是介紹各個不同的學問 學科的 如果你三字經讀得夠多 不是只讀了前面的人之初 性本善 讀到後面 那你應該對這個投影片上面的這四句話 並不陌生 三字經上面說 他說讀史者考實錄 通古今若清暮 那我們把這四句話把它翻譯成白話文 大概我們可以這樣說 他說讀史 為什麼我們要讀歷史 讀歷史的目的在考察過去真實的紀錄 所謂的實錄是指過去真實的紀錄 考察過去真實紀錄的目的 則是要我們通古今 讓我們知道從古至今的演變 以至於我們好像親眼看到若清暮 好像我們在親眼就看到這個變化 我們都知道三字經是幾百年來 中國的啟蒙書 也就是說三字經裡頭的概念 其實形述了中國古代讀書人 對於很多事物的理解 那我們不妨說三字經這段文字 就代表了中國傳統思想 對於史學的一種定位 讀史的目的在使人宛如 親眼看到從古至今演變的真實過程 並從其中得到啟發 也就是說讀歷史我們可以做到一件事情 我們了解從古到今 它的真實的變化 這個真實是非常確實的 是very exactly 就是非常的真實 一分不多一分不少 所以他說若欺慕嘛 然後就好像你心眼看到它 這非常非常的真實 而且你可以從 透過這樣的一個過程 你知道從古至今的演變 所以簡單來說 這種概念是一種 建古以之今的概念 通古今 知道了古 然後知道 就可以知道今 建古以之今 我們可以說 讀史的目的是建古以之今 這是一個非常傳統的概念 直到現在 它仍然有非常強的影響力 因為我們身處於現代社會之中 很多在我們日常生活中 會去接觸到的 媒體上面會去傳播的資訊 都跟這種建古之今的概念有關 我們舉一個很常見的例子 就是當這個流行病流行的時候 這個比方說流感 流行性感冒流行的時候 這個很多流行病學的專家 他就會預言說 這次的流感流行會死掉多少人 那他所根據的是什麼 就是 他說我根據我們歷史的經驗 比方說三年前這個H1N1 這個新的流感開始出現的時候 他一開始叫做sworn flu 就是豬流感 後來把它改名字叫做H1N1 就把它叫新流感 這個新流感出現 因為它是一個新的病毒 所以在當時引起了極大的恐慌 不僅台灣 我想世界各地都是如此 很多的專家上電視 跟你說 這一個新流感的疫情 非常的危險 非常的嚴重 然後會死掉多少人 那為什麼他們可以這樣說 因為他們說我們根據1920年的 這個全世界流感大流行的歷史記錄 我們根據1920年留下來的那個記錄 就是說1920年代 因為這個流感大流行 在全世界死了多少人 然後當時全世界人口是多少 然後我們把它一除得到一個死亡率 然後我們用這個死亡率 再乘以現在台灣的人口 然後我們就估計說會死掉那麼多人 所以這是一種見古已知經 對不對 所以我根據歷史的資料 就告訴你 會怎麼 這樣會 我們現在會怎麼樣怎麼樣 這樣 同樣呢我們也會看到 這個一些金句學家 他會根據歷史的記錄 譬如他宣稱這個股市會漲還是會跌 對不對 同樣這個當這個三年前 這個金融海嘯流行的時候 就很多歷史人家告訴你 說這個股市會 它會一路下跌 跌到什麼樣 跌到怎麼樣的一個狀況 他說我根據我根據什麼呢 我根據這個20世紀初 這個美國金融大蕭條時候的 那個歷史的經驗 他會告訴你 我不知道各位如何看待這種預言 這種根據歷史資料來得出的預言 對於這些說這樣的話的人 他們認為他們說的話是有根據的 他們說我給你歷史的數字 不是嗎 也就是說 當說這些人做這樣的預言的時候 他心中有一個見古已知經的概念 我可以根據歷史來談現在 可是對於我這樣一個在大學裡頭 跟各位談歷史學 然後或者我做一些歷史研究的人 我大概不太能夠接受這樣的一種說法 其實我們大概都知道 這樣的說法常常錯嘛 比方說那個很多流行病學家說 那個心流感會造成那個死亡人數 我們都知道他錯了嘛 對不對 那個根本連十分之一都不到 對不對 對 根本是錯得非常的厲害 為什麼 這是因為人類歷史的演變 如果你實際去研究人類歷史的演變 你就會知道 人類歷史的演變 非常非常的複雜 它牽涉到的因素非常的多 如果你不去考慮這些複雜的因素 不考慮這種各種多層的面向 你只去做這種簡單的見骨已知經 大概註定是失敗 註定是失敗 比方說為什麼三年前預測這個心流感會造成那麼多的 那麼多人死亡的流行病學家會錯 因為很簡單 因為它只根據數字來做預測 它完全忽略了20世紀初的醫療狀態 20世紀初的人的營養狀況 20世紀初的科技的狀態跟21世紀初是有極大的差距 21世紀的人因為吃得比較好 生活過得比較好 物質條件比較好 所以他們的抵抗力比較強 所以即便你有一個新的病毒 在這個人類的社會中流行 它能夠造成的殺傷力 當然比不上20世紀初 因為人營養好的自然抵抗力就好 曾經有一個醫學學教授開玩笑 他說你知道人類歷史上最有效的藥是什麼嗎 很多人就跟他說啊 這個比方說有人說抗生素啊 有人說肋固醇啊 就那醫學教授說不對不對 我跟你講這個人類歷史上最有效的藥叫做饅頭 人只要吃饅頭就不容易生病死掉 為什麼就是說 你要知道幾百年前的人 饅頭對他們來說是非常奢侈的食物 你現在覺得說那個東西我不想吃 你要想想幾百年前的人是 這個東西對他們來說是一個非常非常珍貴的東西 吃不到 在那個時代的人 人的壽命都很短 四五十歲就死掉 為什麼 因為營養不足 現在人為什麼能夠活那麼長 一方面當然說醫藥發達 另外更重要的是 因為我們得到了充裕的營養 充分的食物 所以我們不容易 這個人的壽命會拉長對不對 所以你都不去考慮這個數字 你就把那個一百年前的數字套到現在 那你當然是註定失敗對不對 所以也就是說這種見古亡以之來的因果論 這個常常不太可靠 也就是說當我們對人類的歷史越來越了解 我們對歷史學的性質越來越了解的時候 我們越來越懷疑我們能夠還原過去發生事物的能力 就是說我們對歷史研究越來越多 我們就越來越覺得歷史是一個非常非常複雜的東西 你很難很精確的去還原它 因為它太複雜了 所以我想二十一世紀的研究歷史的人 大概不再像我們的祖先那樣有信心 認為我們可以去還原歷史 讓現代的人如青眼目擊一樣精確的掌握過去的事情 我想我們做不到 我們沒有這樣的自信 我們既然不能夠準確的還原歷史 則我們想要以這樣的知識來做見古以之經 或者見王以之來的工作 說實在我們會覺得非常的心虛 因為你掌握的過去就已經是不太充足不太可靠了 那你要根據這個不太可靠的過去要去推 推之現在 推之未來 我們覺得這個恐怕是有問題 所以也就是說現代的歷史學者 他不太像兩千年前的司馬遷那樣 期待自己能夠通古今之變 這個各位讀史記 這個司馬遷說他為什麼要這個寫史記 他的目的是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也 我想現代的歷史學家 絕大部分大概已經沒有這樣的自信 我們也不太相信我們努力的成果 能夠真正得到實錄 能夠真正得到實錄 真正得到實錄 就是所謂對過去發生的真實紀錄 相反的我們認為絕對的歷史客觀 跟絕對的歷史真實 是不可能完全達成 但是這不表示我們 我們放棄追求歷史的真實 或者歷史的客觀 我想這是兩件事情 我們努力的去追求歷史的真實 可是我們也另外一方面我們也必須承認 絕對的真實 或者百分之百的真實 並不容易達到 在這樣的觀念之下 當我們的觀念已經跟傳統的 對歷史的觀念有很大的差別以後 歷史教育的目的在我看起來也要改變 比如說過去傳統歷史教育的目的就是 告訴你所謂的真實紀錄是什麼 告訴你過去真實發生的事情 我想我們現在不能這樣子 我們沒有辦法說 我們就上課就說 你們把這些東西把它背下來 因為真實的過去就是如此 你把它記下來就對 我想我們現在沒有辦法說這樣的話 那既然如此 歷史教育的目的在哪裡 這我看起來 歷史教育的目的是要使人能夠理解 人類社會與文化的複雜性 我們要很誠實的承認歷史學 作為一個學科的局限 我覺得這是我們必須要面對 這個局限 為什麼會產生這個局限 因為人類的歷史 人類的社會 人類的文化都太過於複雜 我們必須承認這一點 太複雜 而歷史學教育的目的就是要 把這些複雜性把它呈現出來 那你說我知道這個幹嘛 我知道這個對我有什麼用 那我覺得有一個非常有用的地方 就是它可以培養人獨立思考的能力 什麼叫獨立的思考能力 就是說你不會很容易的被別人騙 別人用一些很簡單的因果論 跟你說我見古已知今 然後告訴你將來會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可是你知道這個說法不可靠 因為你的見古已知今太過於簡單 所以也就是說 在我們的日常生活裡頭 在現代社會裡頭 其實是充斥著各種 那種非常簡化式的 見古已知今的因果論 那當我們真正去了解了 人類歷史的複雜性的時候 我們大概就不會被這種因果論所欺蒙 所影響 當然我的意思並不是說 我們不可以做見古已知今的事情 我無意這樣說 因為你要見古已知今當然是可以 只是當你要做這樣的工作的時候 你要非常非常的小心 你要非常非常注意 你所了解的古到底有多少的可靠 好我剛才陳述的是 我對於這個課的一個設計的一個想法 好 那問題是為什麼這一門課要談軍事的歷史 就是說那這個這個課談軍事 談戰爭 戰爭之外的軍事 到底跟我剛才所說的這些東西 有什麼關係 好 基本上這門課是以軍事史作為一個例子 好 作為一個切入點 好 其目的是要各位去瞭解 好 什麼叫做歷史思維 我剛才也說了 好 所謂的歷史思維 就是說我們要去誠實的面對 好 我們要非常抱有警覺心的去面對 對人類歷史社會文化的複雜性 比如說我們希望培養各位的能力 培養各位去瞭解 好 不管我們的歷史 不管我們現實的處境 都有非常非常複雜的面貌 有非常非常多元的面貌 好 我們要這個 很小心的來面對 好 那為什麼要用軍事史作的例子 因為我們知道戰爭的過程 好 往往是史書中最吸引人的部分 好 從歷史學開始出現好 以來好 戰爭的歷史 好 他常常是擁有最多的讀者 好 比方說 好 史記這麼一個大部頭的書 好這個內容豐富的書 好 那史記裡頭哪一個地方 哪一個部分是非常最吸引人的 好 大概 長期以來大家都認為史記裡頭的項與本紀 是最好 寫得最吸引人最好 好 那我們也知道項與本紀的內容 就是描寫那個楚漢相爭的那個過程嘛 好 相對於史記作為中國史學的鼻祖 好 這個或者說就有這個畫時代意義的這樣的一個作品 在歐洲史學裡頭 好 這個開創性的作品 大概大家都會承認應該是希羅多德 好 希羅多德斯的這個 這本書 History 然後這個這個當然他是用這個希臘文寫的 翻譯成英文就變成History 好 那你說呢這個希羅多德的書我沒唸過啊 好 這個我不知道你在說什麼 好 好 那我跟你說各位 你不可以不知道希羅多德 好 因為 希羅多德這一本書裡 好 關於一個在意的描寫 在 我相信在座所有人都聽過 好 好 就這個在意啊 我不要 我不會希臘文 我就不要這個班門弄符合去念這個 這個地名 好 這是一個地名 好 你說這個是這個什麼地名 好 好我從外面聽過 好 沒有關係 好 你對這個地名不了解 你不知道希羅多德是誰 可是你一定聽過一個故事 就是有三百個斯巴達戰士 他們守在一個愛口 對抗十萬波斯大軍的那個故事 對不對 你不能不知道這個故事 因為他被拍成無數的電影 各式各樣的戲劇 然後這個 這個太多了 然後隔一段時間就會跑出來 對不對 你一定聽過 對不對 好 好 這個在希羅多德的筆下 描寫這個三百個斯巴達的戰士 如何其的應有 好 守在這個愛口裡頭 這個第四十抵抗這個十萬的波斯大軍 然後最後全數陣亡 那個壯烈的故事 對不對 好 不可能不知道 好 這故事太有名了 好 這個你沒有讀過希羅多德的書 可是你一定聽過這個故事 對不對 好 像司馬切的史記 跟希羅多德的這個History 好 這兩部中西史學的開創性的作品裡頭 他最文人所熟悉的部分 好 其實就是戰爭 其實就是戰爭 有時候戰爭在歷史的敘事中 好 一直收到重視了 長期以來就是這樣 好 好 那為什麼會這樣子 其實這個原因也不難解釋了 好 因為好奇心好 好奇 喜歡奇怪的東西 好 是引導歷史研究的重要的動力 好 說這個 為什麼人要去研究歷史 好 因為人喜歡去知道一些 好奇奇怪怪的事情 好 跟日常生活裡頭不太一樣的事情 好 各位都知道這個 人人研究歷史 絕對不會去研究那個貓生了兩隻小貓這樣的事情 好 就是說你今天要寫一個歷史故事說 我家的這個白貓生了兩隻小白貓 你不會去研究這樣的事情 好 可是如果你家的貓生出兩隻小白狗 這個事情就變歷史事情 對不對 好 就是說這個 什麼是歷史 跟unutual 不太一樣的東西 那在人類的社會裡頭 好 大概沒有什麼力量 比戰爭更能創造奇怪的事情 我們都知道在戰爭的情況之下 人的生活人的價值人與人的關需 它是被完全的扭曲 好 所以創造出各式各樣奇奇怪怪的現象 這些我們在這個 平常的生活裡頭是看不到 好 所以在這樣的一個情況之下 當然戰爭 好 就變成歷史研究裡面的一個重要的部分 好 所以戰爭史受到人類的重視 其實不難以理解 但是問題是 傳統上關於戰爭敘事 或者兵學之事的著作 它真的能夠符合我們對於歷史之事的期待嗎 也就是說 對於很多人而言 什麼叫做歷史 很多人都覺得 什麼叫歷史 戰爭的歷史就是歷史 比方說 對於很多人而言 歷史學就是一種戰爭的敘事 比方說像這樣的書 像這樣的書 這個你很容易在書店裡頭找到 因為你如果去書店 好大的書店 你去看那個 比方說你等一下下課去對面的成品 或去大一點的書店 你看看到 這個比方說你去page one 這個比方說 它的那個書架上都會寫分類 對不對 這個書籍的分類 那你會看到也類似歷史 對不對 那你常常在歷史的旁邊 你會找到一個小的分類叫做軍事史 那軍事史往往在一個特殊的書架上 因為它書量非常的多 那你說為什麼為什麼這麼多書 因為它有銷路啊 因為很多人愛看 愛賭 對不對 所以對很多人來說 軍事歷史學 什麼是歷史學 什麼就是歷史學啊 比方說我們隨便舉個例子 我隨便去做了這樣的一個投影片 圖書偷襲珍珠港 像這樣一個有時候當然翻譯的書 然後圖書還有照片對不對 然後我們看一下這個書在寫什麼 我們把它的目錄 這個也放在旁邊 然後這書 這個第一篇是人物 第二篇武器 第三篇目標 其實這種書大概 它的內容大概都差不多啦 第一章就跟你說哪些人參與的這些戰爭 第二個哪些武器參與的戰爭 然後第三部分告訴你戰爭的目標是什麼 所以像這一類戰爭敘事的書 大概它的組成 大概就不外乎此 人 武器 目標 然後接下來接下來什麼 接下來就是戰爭的過程 航向夏威夷 飛向歐湖島 然後第一波攻擊 底下我就不要說了 因為底下不用看了嘛 你都知道是什麼 底下就是棒棒棒棒棒棒嘛 然後就沒了嘛 對不對 這個戰爭史就這樣子 一種我們經常看到的這種戰爭的敘事 是像這一類型的書 然後我們還看到另外一種書 就是說 它把一些軍事的這個歷史 拿來當做一種古為金用的這個討論 比方說像這種孫子兵法的管理智慧 然後我們把這本書打開的第一頁叫做 它寫著作者的序 橫跨2500年的管理保頂 這個就是一種古為金用的應用 對不對 他覺得孫子好偉大 孫子兵法好偉大 他可以拿來做什麼管理什麼的 就對很多人而言 這個孫子兵法 這種書就是所謂的歷史學 所以我們很常見的這種 這種軍事史的作品 它在討論什麼呢 比方說一種討論軍事的技術 比方說這個守城 討論守城 比方說我們給各位看這種像這樣的圖片 就很容易在軍事史的這個著作人頭看到 比方說它告訴你過去中國的城牆的建築是怎麼樣 那這一張圖是十一世紀北宋政府編成的一部軍事百科全書 叫做五金總要 五金總要你頭的一張圖 五金總要這個內容非常的豐富 它有四十卷 它有很多很多的圖 其中有一個圖叫做城制 這個城牆這個在修竹時候的這樣一個規定 叫城制 那你從這張圖你已經可以看到 在十一世紀的時候 中國人對於城牆的修竹 已經他整個技術已經發展得非常的成熟 這個做一個城牆不是就是大堆磚啊 然後去弄一堵牆出來 這個沒有那麼的簡單 你可以看到在這個城牆為了防禦敵人的進攻 它有許許多多的設計 從我們從外而內來看 城外有護城河對不對 這是橋對不對 到了戰爭的時候 這個橋就收起來敵人就過不了河 那你要這個過河你就請你射水了 那射水以後的敵軍 他碰到的第一個障礙 就是沿著護城河修竹的這一道牆 這個牆叫做揚馬牆 你過著護城河你想過來 對不起我放了一堵牆在這邊 在揚馬牆 好那敵人突破了揚馬牆要攻城 那當然攻城最重要的就是打破城門啊對不對 你想城門是最容易打破的嘛 比你去打城牆容易對不對 那因為既然城門是最脆弱的 所以當然守城的人要對這個城門加強保護 所以在城門的外面 有一個弧形的城牆 這個叫做翁城 你可以想像這個敵人要是跑進了揚城 他就變成那個憋了嘛 因為守城的人可以從四面八方來攻擊他 對 就是說這個揚城的目的 他在城牆這個城門外面 蓋一個弧形的城牆 來保護這個城門 讓你 要來攻這個城門的時候 會受到這個守城者四面八方的攻擊 就城牆的主主體而言 他也有一些突出布這個叫馬面 然後因為我們知道這個馬的臉很長 所以這個城牆上的突出布叫馬面 那為什麼要修竹馬面 這為了增加設計對不對 好你所有人都這個守在這個城牆上 你要射擊敵人的這個角度有限 所以蓋了這個突出布 守城的人可以站在這個馬面上 來有效的攻擊城下的敵人 馬面上面足敵棚又叫做敵樓 就這個東西 這個目的是保護守城者 守城者可以躲在這個敵棚裡頭 敵棚上面都有射孔 你看到沒有 都射孔 然後可以來攻擊城下的人 然後自己又不受到攻擊 然後城牆上面又有女牆又叫做承舵 這個也是一樣 就是提供守城者一個庇護 然後來讓他們在攻擊敵人的時候 本身有可以依靠庇護的地方 然後在城門上面又架了一個高高的棧棚 棚棚的目的是讓守城的指揮官 可以在上面這個有非常好的事業 掌握敵人一切的行動來進行指揮 所以你可以看到 防守一個蓋一個城牆 真是不簡單 他有這麼多很複雜的設計 但在中國中國的這個軍事的科技 其實相當的早熟 在十一世紀 這個城牆的防禦的這個規劃 基本上就到達一個成熟的地步 然後以後中國的城牆 基本上就按照這個十一世紀的這樣的一個規劃來修築 其實沒有再有太大的變化 所以如果我們去中國大陸旅行 我們去看一些古的城牆 我們就會看到它的很多的規劃 就是如果我們剛才所看到的 比方說我們去三溪北部看明代的燕門關 你如果喜歡楊家將的故事的話 你就對燕門關非常的這個了解對不對 燕門關 那現在的燕門關是明朝的遺址 不是宋朝的 這個是燕門關的這個北門 叫做地利門 它的城外有這個翁城 只是這翁城都壞了 上面都壞掉了 你看到這個 這個你要到第一門之前要先通過這個翁城 然後這是一個 另外一個在三溪北部 保存非常完整的一個明代城牆 叫做廣武城 這是廣武城的馬面 這個是它的女牆 這城多 非常完整 這個城牆幾乎沒有遭到破壞 那各位可以看到這個城牆 基本上這個是磚啦 那各位要知道這個中國北方的城 它不是全磚造的 磚的裡面是黃土 是夯土 是把黃土垂石做為城牆的主體 然後在夯土的外面貼磚 所以這個磚有點像我們的磁磚 當然它比較厚啦 它是用貼上去的 不是整個牆都是全部都是磚做的 太昂貴 你要注意這個 這麼大一個城 全部都用磚做 你要燒多少的磚 你看看這個 這個非常的長 這邊是一個馬面 這邊也是一個馬面 對不對 這個消耗非常大 中俄北方的城牆 基本上都是 裡面是夯土 然後外面貼上磚 南方的城就是 多半是用石頭 就是說你都用磚做太昂貴了 那就是取材天然的石頭 因為南方石頭比較多 比較容易 好 那有防禦也有攻擊 那關於武器的研究當然非常的多 中國的攻擊性的武器發展也是非常的早 比方說在戰國時候就發展了弩 我們在考古的時候挖出來這些弩的金屬的 這個金屬的部分 那木頭部分當中壞掉 然後根據這種金屬的部分把它復原成這樣 大概知道戰國時候的弩是長這樣 另外一個中國常見的武器就是所謂的炮 像這樣的這種投石機 它是一個拋石機 大概在東漢末年的時候就已經出現了 那這個拋石機是一個宋代的拋石機 叫單燒炮 這也是在五星總要裡頭的一個圖 前面這個看起來像頭髮對不對 那個不是頭髮那個是繩子 這個炮是用人來拉的 前面有幾十條的這個當時叫做拽鎖 就是用來拉的繩子 前面幾十根在這邊拉這個繩子 然後一起拉的時候 炮石放在這邊然後把它甩出去 那各位在宋代的文獻裡頭會看到所謂的火炮 那什麼是火炮呢 所謂的火炮是指在這個甩出去的不是石頭 而是裝了火藥的鐵罐 把火藥裝在鐵罐裡頭然後把它點燃 然後放到這樣的拋石機裡頭把它甩出去 就是叫所謂的宋代的火炮 那管狀式的火炮要到明代才出現 這我們以後才會再跟各位來介紹 就是說你在早期文獻裡頭看到的炮 基本上都是像這樣的這種所謂的拋石機 所以像這樣的研究當然就構成了 這個中國這個軍事研究上面 這個非常常見的部分 另外一方面 中國當然我們剛才說了 中國軍事史受到重視 這個因為它很吸引人 然後這個 所以人很喜歡去研究什麼軍事的科技啊武器啊 這些東西 另外一方面軍事史受到重視 還是跟戰爭經驗有關係 我們這一代 這個我想所有在座人都沒有戰爭的經驗啊 因為我們非常的幸運 我們是在一個長期成平的時代裡頭 但是激烈的戰爭歷史其實離我們很近 大概我父親的那一輩 就是他們都經歷過戰火 經歷過戰亂 所以在我們的時代裡頭 雖然我們沒有戰爭經驗 可我們要接觸戰爭經驗其實非常的容易 你隨便跟一個這個80歲 或者75歲以上的人去聊天 他就會跟你講很多很多戰爭經驗 因為他們經常碰到這種東西 所以在我們上一代人的回憶裡頭 我們非常容易看到戰爭 他們在他們的回憶裡頭 我們看到了在戰火下 人民的短處跟脆弱 一個炸彈下來 一大堆人就死掉四分五裂 然後在戰爭的狀態之下 整個生活環境非常的困苦 然後人在這個環境中奮鬥 然後我們也看到了許多的故事 人在戰爭的時候不惜犧牲自己 以成就這個群體 成就這個國家 人綁著這個手榴彈去躺到日軍的坦克車底下 讓坦克車把它撵過 然後一變炸掉這個坦克車 這樣的故事太多太多 我們太容易看到 所以這種故事當然都非常令人感動 就是說我們其實很容易接觸到這些東西 所以像很多描述戰爭經驗的書 當然都是變成這個非常暢銷 比方說黃元宇的回憶錄黃河青山 榮應台寫的大江大海1949 或者最近前兩年出的齊邦院的聚留河 都是非常以人入勝 有趣的是我們會看到另外一種面相 就是說一方面我們講到 近代中國的戰爭經驗的時候 我們看到像我們剛才說的這種 這個在戰火之下人的這個奮鬥 沒有人的犧牲 可是不要以為這是只是唯一的面相 在戰爭中我們其實可以看到另外一種面相 比方說黃仁宇說 1937年這個中日戰爭爆發 中國調集大軍在上海與日軍會戰 就所謂的松戶會戰 當時黃仁宇是天津南開大學的一個學生 他那時候大二跟那個差不多這樣的年紀 他一心想要去參戰 所以他就從天津坐火車到了上海 然後他就發現了一個奇怪的事情 他發現這個往上海開的火車都沒有人 然後甚至那個車站的警察覺得他很奇怪 想要盤問他為什麼你要去上海 因為所有的人都是做跟他反方向的 也就是說從上海要逃出來 沒有人要進上海因為上海在打仗 然後他到了上海以後他就跟他朋友說 他有一些朋友在上海 他跟他朋友說他要參戰 他朋友說你瘋了 你有問題你要參怎麼戰 然後他在上海住了兩個星期 他發現絕大部分的市民都對戰爭置身事外 就說戰爭好像跟他們沒有關係 戰爭就是他們身邊在打 好像沒有什麼關係 多數的人仍然過著如平常一般的生活 那對於一個外來者而言 上海的生活大概相當的奢華 就是說早上去shopping啊晚上去吃館子啊 然後吃完館子幹什麼呢 到大樓上看兩軍交戰 因為那個感覺像看煙火一樣 所以他都不能理解 這個日本人侵略中國 然後就很多人自身事外 他們只是一個戰爭的旁觀者 他們是看戲的 抱持這種心態 然後他同時提到了 當時還有教授在撰寫文章說 他說大學生根本不應該參戰 他說為什麼呢 因為大學生你們的知識 是要用於很多更有用的領域 這樣對國家才有幫助 你去參戰打一打就死掉了 這個是浪費 所以黃宇就說他覺得很奇怪 這個我們的國家都要滅亡 你還跟我說我的知識可以用在別的地方 那我國家滅亡的我要用在哪裡了 所以這個是另外一個面相 就是說你會看在一些人的回憶裡頭看到的一種 就是說這種中國人抗戰的那種情緒 然後這個為戰爭的犧牲 可是另外一種你會看到另外一個面相是這個 有一些人好像覺得那個戰爭跟他沒什麼關係 然後他是躲避 然後他也沒有要為這個戰爭去做什麼犧牲 不過另外一方面 那我們又還要再繼續想的話 我們又可以想到另外一個問題 就是真的平民能夠置身事外嗎 就是說好像很多人想要置身事外 可是問題是你想要置身事外 你真的能置身事外嗎 我們再舉另外一種回憶 在抗戰時期擔任紅十字總會的會長的蔣孟寧 我想這個蔣孟寧的大名各位很不陌生嘛 他寫過西朝對不對 非常的有名 他是非常著名的學者 他在抗戰後期擔任中國紅十字總會的會長 那時候中國已經得到美國的援助 有一些先進的設備這個運到了中國 蔣孟寧他就坐著一個美國支援的救護車 非常先進的救護車 在中國的西南地區到處去看 因為他從之總會就是要救人對不對 去看哪裡有問題 他後來寫了一個報告給當時的這個 當時中國領袖蔣中正 他提到了他沿途所見 到處都是政府強征平民為兵的慘況 政府為了這個取得有效的兵員到處的強征平民 把他們送到兵營去 而中國的西南地區因為貧窮落後 根本沒有什麼先進的交通建設 這些被強征來的平民必須走路走到兵營之中 而覺得很多人根本還沒走到兵營就死掉 因為缺乏食物疾病等等就死在道路上 所以你可以看到這些都是矛盾對不對 看到這麼多這麼多的不同的面向 這種他們對這個同一個時間的回憶 可是他產生的不同的面向 還是不是一種矛盾對不對 矛盾要如何的解釋 當然我們也可以再說一些矛盾 比方說講到中日戰爭 這個一個很矛盾的事情 是中國當時面積比日本大十倍 可是在戰場上卻一勝難求對不對 這個中方都一直在戰場上居於劣勢 那我們如何解釋這種矛盾 那過去很多的一種通俗性的說法是 說這個為什麼講統治者很腐敗 這個中國為什麼打不贏日本 比方說甲午戰爭中國為什麼輸了 他就跟你說因為慈禧太后挪用了海軍的軍費 所以中國的海軍在黃海海戰的時候 缺乏足夠的這個彈藥 那講到中日戰爭 然後他說因為這個蔣介石跟國民黨太官僚太腐敗 所以他們一定要等待這個美國的援助才能夠獲勝 要不然這個抗戰的前期中國的狀況都非常的糟糕 所以一般通俗的說法都在都這樣 把它歸咎於個人 把它歸咎於個人 什麼就是統治者的問題 所以我們大概都不太很容易看到這樣的說法 所以這些人最後都 他常常就被他們的形象就不好 可是如果我們實際去分析這樣的歷史現象 這樣的歷史問題 我們必須考慮到的是一個 就是我們講到近代中國跟日本的戰爭 我們必須注意的是一個國家的軍事組織 其實是要跟他的社會來結合的 我們在分析戰爭分析軍隊的時候 我們其實不能夠忘記整個社會的背景 什麼叫做一個國家的軍事 一個國家的軍隊要跟他的社會結合 這個所謂的結合 他不僅是指作戰人員跟裝備 必須要不斷的維護維持 他同樣的軍事的技術跟思想 也要跟他的社會有相近的水準 就是說整個軍隊裡頭的技術 軍隊軍事的思想 要跟他整個社會的一般狀況要接近 可是長期以來中國的軍隊 他根本就是社會的外源體 或者說他是一個外界體 比如說長期以來中國的軍隊 其實跟這個社會是關係非常的淡薄 沒有太多的關係 為什麼會這樣 當然我們接下來的課程裡頭會談到這個問題 為什麼到了19世紀到20世紀 我們發現中國軍隊其實變成一個社會的外界體 當然有很複雜的原因 那我們先看結果 當中國的軍隊變成社會的外界體的時候 他就不容易從民間社會得到支援跟補充 什麼意思就是說比方說中國的人口很多 可是他卻爭不到像日本這麼多的兵 人口很多 你要爭兵要找人來打仗 卻反而非常的難 日本的人口只有中國的五分之一 可是他要動員平民上戰場 卻比中國來得方便 為什麼 因為他的軍隊不是社會的外界體 所以我們從中日戰爭這樣的一個例子 就可以知道 戰爭的勝敗 他恐怕不單單是因為什麼武器 技術 統治者的問題 他的背後恐怕還有很多複雜的現象 值得我們來觀察跟分析 也就是說軍隊跟戰爭他其實都是相當複雜的議題 如果我們要加以理解 就必須著眼於這個軍隊跟戰爭所處的社會跟文化 除此之外我們還要考慮到的是 在沒有戰爭發生的時代裡頭 軍隊其實仍然是活躍於社會中的一個團體 現在台灣幾十年都沒有戰爭對不對 軍隊有消失嗎 沒有沒有消失對不對 他一定還是在活躍我們的整個社會之中 不是只有台灣是這樣子 人類長期來人類的社會人類文明就是這樣子 也就是說軍事或者軍隊 他其實是人類文明之中一個長期存在的領域或者部門 他不是只有到戰爭的時候才存在 他在很多非戰爭的時候也存在 所以我們也知道在成平的時代裡頭 在沒有戰爭的時代裡頭 軍事的部門仍然在消耗國家的資源對不對 軍人跟軍隊也在發揮各種的影響力 研究歷史的人不應該視而不見對不對 可是如果你只去讀那些戰爭敘事的話 你基本上就視而不見對不對 因為戰爭敘事只告訴你有戰爭時代的事情 因此如果我們真正要了解軍隊與歷史發展之間的複雜關係 則暢銷的戰爭史兵器史的著作 並不能真正滿足我們的需求 就是你現在很容易去書店去找到這樣的書 可是這樣的書真正能夠幫助我們了解 長期以來軍隊與歷史發展之間的複雜關係嗎 這樣我看起來是有所不足的 是有所不足 也就是說我們的野光其實要超越戰爭或者超越武器 那講到這一點我們又不得不提到另外一個有趣的現象 就是我們都知道軍事跟中國歷史的發展有密切的關係 這個長期以來中國的這個軍事的歷史軍隊的歷史都跟中國整個歷史的發展有密切的關係 但是在最近一百年的中國史學的研究之中 軍事史居於一個邊緣的地位 就是說你現在看台灣的研究歷史的人 他們學長的部分都不會去談軍事 那為什麼會這樣 其實他反映的是這個在現代的人文學裡頭 人文學只是不重視軍事的問題 那為什麼會這樣 他牽涉到一個大問題是在整個人文教育裡頭 是不是應該包含跟軍事相關的知識 這是一個根本的問題 就是說這個歷史學它是一個人文學對不對 人文學那歷史的教育人文教育的一部分 那是不是應該談軍事 這一千年前北宋的一個著名的學者劉長 他曾經講了一段話 北宋是中國第一個官辦武學出現的時代 就政府來辦了一個軍事學校叫做武學 劉長不高興他批評這件事情 他怎麼批評 他寫了一個很長的文章批評這件事情 那其中有一段話我們引在這邊唸給大家聽 他說其三代之王見庇庸成君以敦化者 他說這三代下商周三代的聖王 他們就見庇庸跟成君 這是古代學校的名稱 說這個古代學校叫庇庸或者叫成君 他們為什麼要見學校以敦化要敦教化 所以見學校目的是敦教化 而觀逢義之人居則有序 他說那些來學校念書的 所謂這個而觀逢義之人 就指這些學生 他們在平時非常有秩序 他們在日常生活以後就非常有秩序 他們學的奇數 就是他們學什麼呢 學詩書禮樂 他們學的東西是詩書禮樂 他們的志向是什麼 是道德 是文性 忠性 他們的志向 他們要做的事情 這是要遵守道德 事以無彼備之色 鬥爭之深 所以這些人不會去跟人家爭吵 不會跟人家打架 所以他說我從來沒有聽過 有人建一個學校叫武學 他說他有這種學校 武學是幹嘛 叫人家打架 叫人家殺人 這個 這個 在他看起來非常非常的荒謬 教育的目的是教人 人跟人如何和平的相處 如何有秩序的相處 如何有道德的相處 現在你要辦一個學校 居然教人家去怎麼殺人 在劉場看起來 完全完全不能接手 所以也就是說 從劉場的角度來說 人文教育怎麼可以包含軍事 根本不可以包含軍事 人文教育的目的 在他看起來非常的單純 就是儒家強調的這種世書禮樂 這個儒家強調的這個道德的規範 到一千年以後 我們在思考這個問題的時候 我們可能對於人文教育的定義跟規劃 就不再像劉場那樣單純 劉場基本上是這個 他是一個讀書儒者 他是一個受儒家教育的人 所以他的想法是完全以儒家為概念 那我想我們現在的時代已經有一些改變了 所以我們大概不太會再像劉場來這個 這樣來看待問題 相反的我們恐怕必須考慮一些現實的問題 就是比方說這個 我們在這個教室裡頭在座的多數的男性 這個你將來都還要進軍隊一段時間對不對 然後軍費還是政府預算中非常重要的部分 軍費的開支在整個政府的開支裡頭 他的開支非常的多 也就是說軍事他還是跟我們的生活是有密切的關係 我們不能夠 我們沒有辦法自外於他 那為什麼我們對於軍事理義的理解 必須由職業軍人所主導嘛 就像我們說的 在這個學校裡頭絕大部分跟你談軍事的人 都穿另外一種衣服對不對 職業軍人他們對於整個國家軍事政策的理念是什麼 但基本上我們國家到現在為止 整個軍事的基本理念叫做備戰而不求戰 備戰而不求戰 像我們的總統就很喜歡說這個話常常說 我們印象對於這樣的說法奉為歸念而不加以質疑 就是說當然很少人會去質疑這樣的概念 可有趣的話我們研究我們在研究歷史的時候 我們在現實生活中他也沒有人去質疑 可是在歷史上有沒有人去質疑 我們以一段南宋著名學者夜市的話 夜水星著名的南宋晚期的學者 他說過這樣一段話很有趣 他說古者以民為兵不以兵為民 因是以養兵不養兵以待世 然後在夜市認為他說古代的聖王 古代的這個美好 這個中國傳統讀書人都這樣 他們認為這個遠古是最好的 他們的理想的那個ideal type ideal model都是這個古代 而古代呢是以民為兵 而不是以兵為民 什麼叫以民為兵 就是從這個征集百姓來當兵 而不把兵當成百姓一樣 來這個看待 因是以養兵不養兵以待世 有戰爭的時候才要去養兵 而不是養著一大堆軍隊等待戰爭的發生 兵聚則求戰 不聚則不敢戰 為什麼要有軍隊 他說把軍隊組織起來 就組織起來幹嘛 就要去打人 就打仗作戰 沒有軍隊聚集的時候 不要作戰 就不要作戰 然後他底下就批評 批評他所處的時代 他說今十錢 自日一百以上 家小口累養給餘官 國力不公 而常有七寒之色 是以兵為民也 他說我們現在的 他就批評當時的難手 南宋這個國家養了 這個六七十萬的軍隊 他說你養這些軍隊 就是以兵為民 為什麼叫以兵為民 他說現在一個軍人 他每天的薪水 最基層的士兵 他每天的薪水是一百錢 那他所有的家人 就靠這個一百錢的薪水 這個至少一百錢的薪水 來這個過生活 那結果是什麼呢 他說國家花了很多很多的錢 去供應這個士兵的薪水 可是這個士兵他的生活就難不好 而常有饑寒之色 為什麼 因為他家人都靠這一份薪水嘛 這門薪水對國家來說 我花了這麼多的錢養這些軍人 可是軍人看起來還是很窮 所以他說這個叫什麼 這個叫以兵為民 你把軍人 把士兵 當成這個百姓一樣 在那邊奉養 養他們 北方無視二十一年 忠不解甲 是養兵以待士也 他說我們跟北方的這個女真人 金正全 二十年這個沒有打仗 結果呢 這個軍隊呢 從來不減少 忠不解甲 就是說這個軍隊的數量 卻從來不減少 所以呢 在他看起來叫做養兵以待士 說我們現在就是養兵以待士 養了一大堆軍隊 然後等等等戰爭發生 什麼時候會有戰爭發生 不知道 可是我們還是在等等等等 所以也就是說 夜市在質疑什麼 夜市在質疑這件事情 國家花大錢來養兵備戰 是不是合理 是不是真正的問題 不在於未可知的戰爭 而在於可知的財政負擔 什麼時候會有戰爭戰爭 不知道 可是呢 每天都在花錢對不對 每天都會花很多很多的錢 去養兵 這個可以知道 那國家養得起嘛 國力不公對不對 他說國力又不公 你把錢都花在這上面 這是合理嗎 那夜市質疑 我們怎麼看待夜市質疑 夜市質疑有沒有道理 我想當然這個很難有一個簡單的答案 就是說當然我想我想 我一定要說這個 夜市對於這種備戰而不求戰 其實夜市質疑就是這個概念 備戰而不求戰 是否合理 那你說問我到底夜市對 還是這種備戰而不求戰的概念對 我很難跟你說一個簡單的答案 可是這顯然是一個值得我們去思考的問題 我想這個是一個很嚴肅 大家應該要去思考 如果我們思考夜市所提出來的問題的時候 我想我們思考的重點就不會止止於戰爭 就是很顯然 當我們要去回答像夜市這樣的質疑的時候 我們要看待這樣的問題的時候 我們思考戰爭恐怕就不能夠再止於戰爭 而必須去思考在非戰爭時期的軍隊 跟他相關的問題 也就是說我們恐怕要思考的是 在不作戰的時候 軍人到底在做什麼 他們對於整個國家跟社會的影響是什麼 沒有戰爭 軍人並沒有消失 軍隊並沒有消失 可是他們在做什麼 他們到底產生什麼樣的影響 同樣的我們也要問 維持國防需求所消耗的資源 對於國家的發展產生何種的影響 這個沒有不花錢可以維持軍隊 所以我們在接下來的課程裡頭 會談到一些概念 中國歷史上我們反覆的看到一種理念 就是說中國古代的一些讀書人 他們相信一件事情 相信說國家可以不用花錢 然後可以有一支軍隊 我想我們在我們現代 不太能夠接受這樣的理念 其實我們現在的人都已經接受 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這樣的概念 我們都知道不可能 就是說你要維持這個國防 要維持軍隊 不可能不花錢 他一定會花錢 那問題是你花了這些資源 花了這些錢 你對於國家的發展 到底產生什麼影響 那我們也應該要思考 這個軍隊跟社會上其他的平民 或者精英分子 軍隊他不是自外於這個社會 他一定會跟這些社會會產生一些互動 雖然我們說長期以來 中國的軍隊好像是這個社會的外界體 所謂的外界體並不表示他沒有互動 只是說他這種互動非常的不順暢 或者說很有隔閡的一種互動 可是他還是有互動 所以軍隊跟社會上的平民跟精英分子的關係是什麼 那最後我們想要問的是整個軍事的這個部門 對於整個中華文化 中國的文化跟社會發展產生的影響 這基本上覺得是我們這個課程所希望來討論 也就是說我們這個課程為什麼要去探討這樣的問題 就是我們希望大家理解 當我們談到軍事 談到軍隊 談到軍事的歷史的時候 這個議題它是有很多複雜的面向 是需要去考慮跟討論的 而不是像我們過去所想像的 我們講到軍事就是打仗 就是戰爭就是武器就是那個戰爭的過程 就是那些名將我想我想問題沒有那麼簡單 所以我沒有否認那些 你說我們上課是不是就完全不談戰爭 也沒有啦 我們當然還是會談到戰爭 這個戰爭作為人類影響人類歷史發展的這個重要的因素 我們怎麼可能不談它 你說我們完全不去談兵器 也不會啊 我們還是會談到兵器 我們會談到這個戰術的改變 我們都會談到 只是我們希望讓大家知道 還有比這個更多 更多有趣的 更多值得我們重視的 的因素跟現象 讓我們一起來思考 一起來討論 一起來觀察 我想沒有任何的人或者任何的課程 可以去概括歷史演變所有的因素 我也無意這樣說 我只是說我們希望透過這樣的課程 讓各位了解歷史演變其實是非常非常複雜 正因為它們那麼複雜 所以它往往沒有標準答案 沒有一個簡單的應該說 不是說沒有標準答案 沒有一個簡單的標準答案 所以歷史學才可以變成一個持續發展的領域 它是一個變成一個有趣之地的大家來學習的 在20世紀初期其實有很多的西方學者 他們認為只要我們用科學的方法來做歷史研究 有一天我們可以寫出一本最後的歷史 也就是說我們透過科學的方法 讓歷史變成跟自然科學一樣 用自然科學的方法來研究歷史 然後最後我們可以得到歷史真實的紀錄 而這個真實的紀錄一字不真 一字不解 我想我想現在我們不這樣認為 其實我常常想說如果有一天我們 我們真的去寫一個歷史 那個歷史是最後我把它寫下來就是這樣子 然後沒有人可以去質疑它 沒有人可以去討論它 然後所謂人類歷史的真相 就是這個寫下來的東西 那其實它代表的就是 所有歷史系的老師都失業了嘛 對不對 不是很慘嗎 對不對 所以我想沒有沒有這種事情 所以我也不會不認為說歷史的教學 就說我告訴你哪些這個就是歷史的事實 讓你去把它背下來 把它記得 這樣就好了 我想歷史的教學應該不是這樣子吧 我們歷史的教學應該是跟各位說 我們其實要去理解很多的東西 這個理解很多的現象 它是怎麼樣形成的 然後很多因素是如何的在歷史上面 這個去互動然後產生我們現在看到的這些結果 然後我們一起去思考 我想這個才是歷史教學真正有趣的地方 也就是說我們這個課希望各位大家 大家在這個課上跟我們一起來 我們大家一起來想 而不是我們大家一起來背 好 那我剛才說我想達到這個幾個目的 那我到底要談哪些內容 就是你要達到剛才說的那個目的 我們具體的內容是什麼 簡單的來說我們希望把整個軍隊的歷史 放在社會文化的這個脈絡之下來看待 從整個社會文化的這個脈絡來看待軍隊的歷史 那我們會談論什麼呢 會討論幾點 第一個 軍隊組成的方式 軍隊是怎麼組成 那不同的時代還有不同的組成 不同組成的方法 包括軍隊的編制 他怎麼樣被組織起來 他的數量 然後包括軍隊如何的被指揮 他如何的被控制 那我們要討論什麼呢 我們要討論統治者或者中央政府 一個國家的中央這個領導階層 他們怎麼來設定軍隊的功能 對不對 那這種的意思啊 軍隊功能設定其實也很複雜 對 都不會像我們過去想要那麼簡單 軍隊就是拿來打仗 我想其實歷史本來就沒有那麼簡單 那我們課堂上我們會繼續討論這樣的問題 然後我們還要談什麼 我們談讀書人跟軍人的關係 那為什麼要談這個問題 因為擁有知識的士奈夫是中國歷史上 這個社會跟文化的精英 就是說長期以來在決定中國歷史發展 或者主導中國歷史發展的人就是讀書人 讀書人像各位這樣讀書人的 當然我們也可以說這個 這個在我們現在的社會裡頭 這個決定這個整個歷史發展 或者社會發展的這個主導者 大概是不是讀書人 可能他是一個問號啦 這個可能我們要抱持一種懷舊的感慨 我們請願生在一千年前讀書人 這個像各位都是這個考試體系下的佼佼者 對不對 這個在一千年前可能地位比現在還崇高這樣 Anyway 我們講到歷史 我們就必須承認讀書人他扮演 在中國歷史上讀書人扮演的這個重要的角色 所以讀書人對於軍隊的概念 這個想法其實都具有這個決定性的因素 所以我們不能夠忽略 然後我們還要談什麼 我們要談軍隊與平民社會的關係 這個軍人怎麼跟平民社會來互動 軍人的社會地位到底是高還是低 軍人的社會地位的轉變 往往是跟他們軍人在作戰之外的任務 跟貢獻是有關係的 因為我們說的不是常常帶打仗 其實人類歷史上這個 你看人類在人類歷史裡頭 這個能夠長期維持的文明 都一定是成平的時候多 和平的時候多 戰爭的時候少 因為原因很簡單 如果有一個民族有一個文化 有一個文明他一天到晚都在打仗 人都全部都死光了 就那個文化就消失了 所以能夠維持長久的一定都是這個 成平的時候多 戰爭的時候少 那中國當然也不例外 就是說你看中國文化的發展 當然今天也是成平的時候多 戰爭的時候少 所以影響軍人的地位 社會地位其實往往是他在戰爭 作戰之外的任務跟貢獻 然後最後要談什麼 最後要談軍事科技與戰爭型態 對於社會組織發展的影響 我們說戰爭其實它是一個影響人類 歷史文化發展的一個很重要的因素 為什麼會這樣子呢 是因為人為了在戰爭時代求生存 它往往會導致政府也好 民間也好 它很多的組織型態會發生轉變 比如說政府的組織 它會因應暫時的需要做轉變 這個一般民間的組織也會因為暫時的需要 而做轉變 而這種轉變一旦做下去一旦發生 它往往不會因為戰爭的結束而結束 就是因為戰爭而改變的一些東西 它改變了以後它就會 它的影響力會持續的 至少是一段時間 不會說戰爭結束了說一切回歸舊態 我想大家很難做到這樣子 很多東西都是回不去了 所以戰爭形態的改變往往會影響 這個平民社會的組織跟運作 所以這一點也是我們要來討論 所以這個以上大概就是我對於這個課程的介紹 好